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去求一个东西 一个人或者一件事 总是有很多远大的发展计划 一直思考想得很遥远 或者关注一个明星 觅觅不忘 不停地看这个看那个 或者不停地讲话 不停地做事 我们以外物为原点 那就会失去对当下的自己和周围的感受 这个状态在中医叫什么呢 叫行神分离 打坐安静的状态是什么呢 是皇帝内经说的行与神句 或者身心合一 现在讲营养 要吃得好 早上一个蛋 晚上一顿肉 对不对呢 小时候我们都烧过炉子 炉火的大小决定了 你应该往里面加多大的柴火 道理很简单吧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吃的问题上 就不明白这些道理了呢 你的炉火明明很小很弱了 已经没有什么消化力了 烟道也堵住了 大便不通 汗也不出 也没运动 你还吃牛排还喝牛奶 只会增加肥料和堵塞 把炉火压住 这些道理不需要通过学习医学知识呢 就明白 都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 要在生活中去体会 体会吃什么东西呢 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有知有觉的去生活 吃了某个东西你感到不舒服 哪怕吃到第十次你才发现 也是有知有觉的开始 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不是去外面寻找一个外在的统一标准 所以在生活中呢 要养成用心的习惯 去感受自己 观察自己 然后至少知道 一 吃了什么东西舒服 什么东西不舒服 二 跟谁在一起舒服 跟谁在一起不舒服 三 想什么 说什么 做什么 会比较安心 或者反之 会睡不着 纠结或难过 生活中 时时刻刻 留意观察自己 就可以时时刻刻 调整自己 这是真正的养生